蛤? 嘖 嘖 嘖 你不用多說,你只是拍一拍 那動作已經是給我身邊的人 是一個Message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我是Ray BNO Visa都落實了 大約兩三年左右 有些觀眾都搬到他去英國 一段時間 今集我就想跟大家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video 就是講解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開始 有些特質已經 令你成為一個 真真正正的英國人 在這條影片未開始之前 可以講解一下 這些純粹是個人的意見 以及收集到的不同地方 只剩下英國人的習慣 或者他們的取向 他們平常會做的事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用一個輕鬆一點的心態去看 第一件事 就是關於飲茶 飲奶茶 英國人基本上是很出名 喜歡飲奶茶的 無論是有什麼事都好 無論是喜事 或者是有些壞事發生 或者是想定經 基本上時時刻刻都會喝奶茶 或者是會問人喝不喝茶 例如我給一個例子 可能有人升職 在辦公室沖杯茶慶祝一下 或者是有人過來家製作 可能有一些維修 有師傅過來製作 又會問師傅喝不喝茶 或者是發生了一些 當是一些不好的事 需要去定經 可能要喝一杯熱飲 喝一杯奶茶 先安慰一下對方 這些情況 周不時都會發生的 那你如果搬去英國一段時間 會不會又是這樣呢 有沒有這個喝奶茶的習慣呢 我知道香港都有 港式奶茶 不過可能喝港式奶茶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茶餐廳 或者是外面很少在家裏喝 但是搬到去英國又不同 英國很多時候都會 一定有茶包在家裏 有奶 基本上時時刻刻都會沖到一杯美麗的奶茶 至於你說喜歡用哪個牌子去沖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我自己這樣喝奶茶 無論是在英國或者在香港也好 我自己都會買一些英國牌子的茶包 所以我身為在英國出生 英國長大的人 我都會是很喜歡喝這個英式的奶茶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天氣 那你有沒有留意呢 如果你可能是在排隊或者搭電梯 總之是看到一些陌生人 那英國人呢 是非常喜歡討論關於天氣 無論是討論天氣 熱、冷、下雨、下雪、好天、不好天 什麼都 總之就是討論天氣 那我相信其實討論天氣這件事 其實原始於是因為討論天氣是一個比較穩陣 也都不會說得罪對方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試想一下 那對方都是一個陌生人 你不認識他的 其實很多題材可能會比較敏感 那通常就不會說討論關於政治 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近期可能說關於國王、英女王 這些事情 甚至乎英國人很喜歡看球 或者是其他運動 都未必討論這些 因為未必知道對方 喜不喜歡看球 或者是他會碰哪一隊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都會說天氣 因為始終天氣是一個比較 有neutral的題目 那其實你是可以自然說關於天氣 那英國人總之要有少少這麼多的small talk 天氣是會比較適合的 第三個就是一個動作來的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可能在香港我們出去吃飯 或者是有meeting 那時間夠了 那我就說都晚了 那我們都要回家 都要走 那這樣 那都會大家很自然地說 但是英國人呢 其實就有一個舉動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那很多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不會說特意說些什麼 那很自然地就是這樣 他們就會 嗯 嗯 這個呢就是 他純粹好像拍拍拍拍自己的大腿 那就說 嗯 是時候了 我要走了 那其實呢 這件事情呢 你不需要說很多 你純粹是拍拍 那個動作呢 已經是給了身邊的人呢 是一個message 就說 嗯 這個人要即將這樣去完結這個appointment 完結這個meeting 他即將要這樣離開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都是一些很英式的習慣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舉動 很自然地做了呢 第四樣 就是關於足球 好啊 相信有一些觀眾都很喜歡看球 我自己包括在內 那在英國呢 看球通常都會是有自己心愛的一隊 為什麼呢 那未必是因為你是住在那一區 或者是有任何一些聯繫 可能是你爸爸曾經是在那裡工作 或者曾經在那裡住過 或者你爸爸是捧那一隊 或者你爺爺是捧那一隊 總之是有少少那麼多聯繫都好啦 那你都會一直這樣捧這一隊播的 無論他成績好或者是差的話呢 你都是依然要很忠心做一個忠實的粉絲 那這件事呢 我發現可能跟香港人呢 會有少少不同啦 那香港人很多時候可能是 就是哪一隊是成績好些就會捧哪一隊 可能近期多了人去捧曼城 那他們近這幾年 捧英超的冠軍次數比較多啦 但是呢 英國人呢 就無論他那隊心愛的足球隊 他成績是怎樣呢 他都會是一生只會是捧一隊的 那這件事其實可能 未必在年長一點的觀眾會發生啦 相信可能在英國長大 你們的子女的情況可能會出現 那因為呢 這件事就是從小去培養的 可能他身邊有些同學都會是一路 就是在他小學中學的階段 開始決定自己捧哪一隊 一路到他成年呢 都會繼續這樣做他的忠實粉絲的 第五啦 就是可能會愛上一些英國的食物啦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英國就不是很出名 有一些什麼好東西吃的 可能大家都會想起 如果你說去英國旅行 那有什麼是必吃的 可能大家都會想起Fish and Chips 其實都不是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相比起其他國家 就是可能你說去意大利 要吃Pizza要吃意粉 日本要吃壽司要吃天婦羅 那英國就真的比較少的 那因為英國的可能廚藝 就不是說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出色 但是呢都會有一些很 可能在我們眼中 都會比較奇怪的食物 那我給大家幾個例子 那有時候有一些可能是 就是澱粉質加澱粉質的 combination 那我們有一些叫做chipbutty chipbutty就是用薯條夾進去一些包 那其實可能聽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我們香港人 會不會用飯夾進去包呢 那也不會的 但是英國人可能為了貪方便 而且都是一個很省閒的食法 真的會放些薯條 然後呢可能是擠些茄汁 或者其他醬 去包著作為一個包這樣吃的 那另外一個都很方便 亦都是很常見 就是bins on toast 那用些茄汁豆 放在多士上面 那如果你想豪華一點點 讓你撕些芝士上面 那這個呢 亦都是一些可能是英國人 就是如果想吃一頓很簡單 就是講解可能 麵包放在多士爐裡 那個茄汁豆 控熱它 或者用微波爐叮熱它 那就可以一頓了 就是講解可能是五分鐘時間 就可以預備到一頓了 那英國人呢可能都是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貪方便 那就會做了這些美食出來 那其實我自己呢 雖然住了在英國 就是二十多三十年 那就是對於這些食物呢 是偶爾我都會好的 但是你叫我長期這樣吃呢 我又未必 那所以可能現在你們的小朋友 都會覺得這些食物啊 都會是有趣 或者是都挺好吃 那不知道你會不會是 外上了這類型的食物呢 第六啦 就是會有一種 passive aggression 那什麼叫passive aggression呢 大家試想 如果你見到人打尖 那可能我們在香港 遇到人打尖 都會跟那個人說 那未必是 就是要用一個很差的態度 跟別人說的 純粹就是跟別人說 後面排隊啊 那樣的 但是英國人呢 有時候有未必 可能會是比較內斂一點 還有呢 就不想發生一些衝突 所以呢 他們就會發生一些 叫做passive aggression 那樣的 就是舉個例子 如果真的見到人打尖 可能會一路那樣去 背著他 那一路那樣 看著他 看著他 但是不出聲 最多可能是 嘆一嘆氣 或者呢 就是這樣去接他 那這些呢 都會很常見 那英國人真的會比較 有內斂 對於這方面 因為真的不喜歡 有什麼爭吵 衝突 那我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有時候 可能去剪頭髮 剪完頭髮呢 那髮型師 是不是用鏡子 這樣照一下 後面 問你喜不喜歡 OK 那很多時候呢 其實英國人都會是說 就算自己心目中不喜歡 他都說 嗯 OK I like it Cheers Tah 那這些呢 就是他們很自然呢 就是不想得罪的髮型師 或者就是不想有這個衝突 那這個呢 又是一些英國的特質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又遇到這些情況呢 第七 就是用一些英國的術語 和一些俗語 那其實英國呢 有很多不同的俗語 那在不同地區都有的 那可能大家一來到這樣 第一樣就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就是和任何人的稱呼 都會加句五味 就是好像老友那樣的意思 那會有很多時候 You like me 就是這些 就是就是 這些是比較 Level 1 簡單一點 那你慢慢 可能你更加融入 這個英國的社會 就會越來越多這些 這些俗語 例如好像 Cheers Tah 就是這兩句 都是一些 其他的方式說 Thank you 麻煩多謝 那樣的意思 或者一些不同的術語 例如 例如 如果你跟別人說 你是沒有什麼朋友的 那你好像很mean的去說 你可以叫他做 Ah You're a Billy Neumais 或者 You're a Billy 那這些 那會不會用多了 這類型的術語呢 那大家可以嘗試想想想 還有其實有很多的 那不知道大家 無論是你自己 或者你身邊的香港人 你的子女 會不會越來越多 其實 如果 我剛剛說這個list 你是發現自己 是有越來越多這些特質呢 那我都要恭喜你啦 都是證明了 你是越來越融入 英國人的生活啦 可能你是 你不知不覺地融入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啦 就是不知不覺可以融入到不同其他的生活 那也是一些好事來的 令到你更加對那個地方有歸屬感 還有呢 你都可以跟一些當地人打成一片 那如果大家想到有其他的方式啦 可以證明你是更加成為英國人呢 那都可以留言 分享給大家聽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你在留言那裡寫 記住 按一下小鈴鐺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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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